Hello,大家好,我是Mila 有没有想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完结之后 或者是这个疫情根本不会完结,持续流行时 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重大改变呢? 今天我会整理了三样最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冲击和大家分享 大家对未来的规划又有一个更好的心理准备 在内容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先like一like这条影片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正确的金钱或投资知识 首先第一点,反全球化继续流行 其实反全球化浪潮是因为新冠肺炎而加剧 之前先进国家高度依赖外包,丧失了一些对基本物资的生产能力 之前就是因为疫情,令多个国家暴露在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中 例如是中国供应了全球口罩和个人防疫工具需求的一半 今次全球疫情就令全球防疫用品一度短缺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最早的重灾区湖北 是生产全球汽车组件的据点 自从疫情爆发,中国进入封城阶段之后 很多个国家,例如是日本、韩国、德国等等的车厂 都是被迫停产或者是减少生产 去全球化不单只是物资和企业运作的考量 更加深层次都是政治的原因 其实,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前 很多个国家已经看到反全球化的蹤影 例如是英国公投的时候 大部分民众赞成脱欧 而美国、匈牙利等等的国家 选出反全球化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高调宣示反全球化的立场 又推出了全球多国的组织 例如是推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黎气候协定 以至最近推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而多个国家近年也增加了贸易壁垒 收紧移民政策 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终极 对于关键技术、关键物资 国家为了增强掌控力度 美国想拥有完整的供应链 中国也想拥有完整的供应链 所以过去一两年 以至预期的未来 这些比较大的国家 都会加紧将关键的环节 调回本国 例如科技产业 这个产业无论是对经济民生 以至国家战略地位都是非常重要 以半导体技术的供应链为例 美国要积极去巩固自身的掌控力度 所以促使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而中国近期也积极部署国产芯片 我们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 全球大国的自给自足率会进一步提升 第二点通胀升温 当然反全球化也会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你要将全球的产业 调回本国去自给自足是没什么可能 理论上全球化是将生产成本高的地区 转移到生产成本低的地区 所以过去很多年 全球的通质率都可以保持在低水平 全球化令生产商品越来越有效率 成本越来越便宜 至于中国、印度等等的国家 很多年以来都分担了美国放水造成的通胀压力 但随着反全球化的浪潮日益壮大 某个程度上是导致通胀加剧 不过如果只是通胀升温 其实情况都未去到最差 更可怕的是叠加在经济差的情况下 同时通胀也升得快 目前经济衰退比10年前的金融海啸更加严重 美国财政刺激的开支急升 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水平 亦都是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水平更加严重 企业方面 大部分的企业仍然是需要缩减开支 对未来的投资非常审慎 你说这些公司会否聘请更多员工 或者帮员工加薪 事实上这个疫情就像个潘朵拉盒子 企业发现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员工都可以好好地运作 同时企业为了好好地运作都会加速自动化 数码化或者工作外包 假设最坏的情况 每年通胀是高达10% 但是你的薪金是没有加到 同时反全球化令到东西贵了 每年通胀蠶食10%的购买力 你要怎样去应对呢? 你说科技可能会抵消到反全球化的成本增加 但是你想想如果每间企业都是用高科技自动化 你就要担心你的工作可不可以继续保住了 第三点 贫富差距急速扩大 你试想想当洪水涌起来 当你住在金字塔的顶端 你所承受的危险是否一样呢? 同样地 资本红厚的人和资本不多的人 所承受的危险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在疫情中首当其冲受害的 我们熟悉的包括餐饮、零售、酒店 或者航空业的一线服务员 顾客或者旅客数量因为疫情大幅下降 跌一半或者跌九成其实都见怪不怪 好像上一个五一假期 5月1日至3日内地访港旅客只有361人 即是按年暴跌了99% 这些前线服务的从业园 面对的经济压力相信是非常大的 同一时间 当你处于金字塔最上层的1% 你主要的财富可能都是资本的理得 你有没有工作你都是开到饭 甚至如果你有雄厚的资金 有内幕消息 你低位购买资产或者收购一些投资的项目 危机反而可以令他们更富裕 1%的人和普通的人接收的讯息层面不同 这个令我想起早前香港的富豪 他在香港商下大跌之前出售了甲级的写字楼 成为全城业化 其实哪有那么神准呢 都是他们消息灵通 他们的消息线实在太强大了 所以贫富的阶层的确是会因为危机而洗牌 但是更多情况在金字塔底层 获得的是更少牌 而金字塔顶端的人得到更多牌 一来一回 贫富懸殊就更加加劇了 疫情造成的高失业率 我们也可以预计全球各地也会出现 越来越多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如果政府没有使出任何的手段去处理的话 贫富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 社会的冲突也会越来越严重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三个预测呢? 虽然这些情况都会令人焦虑 但是我们现在与其焦虑 应该更加好好地想想未来的资产和职业上的规划 想想现在在做的事 在未来可不可以站稳一阵脚呢? 下一集我会和大家推介和分享一些有关的书籍 我们下集见,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按下方的钟仔订阅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财经资讯 和最实用的股票交易技巧 也都欢迎留言说下你的看法 你的支持会是我的动力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上传影片的时间会是下星期六 我们下星期六见,拜拜!